静静还是要转变嘛 所以他来视线的时候 还是一定要生脑病死 为什么 佛陀来到这个世间 视线这个色生 不是佛陀本身有生脑病死 而众生本身有生脑病死 而感应的佛陀这个福报来降生 而众生的福报禁了 生灭法禁了 那佛陀就要回去 佛本来就不死了 佛哪里又死 要不然怎么叫不生不灭呢 你认为佛有生死 那是愚痴的人的讲法 释迦牟尼佛哪里有生死呢 就华阳静讲到 我来沙坡世界已经八千往返了 佛陀早就不生不死了 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生死 没有办法呀 众生因为夜感 无名在支持这个佛陀 对不对 佛陀一定要走啊 为什么 因为众生的生灭嘛 众生的生灭 所以佛一定要变化 众生的福报不够 看到佛像只有 藏六金色生的老比丘像 是不是啊 所以佛无相以众生性为相 这样听得懂了吧 佛无相啊 以众生性为相 因为你的福报多少 你就看到佛的相有多少啊 你如果证悟到无生法 那当然你看到佛无相就不一样了嘛 这就可以知道解释着 为什么讲死报庄严徒 看着这个初地菩萨 恶地菩萨看着都不一样 对不对 初地菩萨看着佛像 恶地菩萨看着佛像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的内在里面的境界 生命法断破 完全不一样嘛 佛哪里有什么生生灭灭的 你的福报到了 就感应佛头说法 你的生命法福报不够 佛就要走了 一定要走的啊 不走不行啊 留不住的啊 因为你福报不够嘛 如果你断过 断破了 正真了 那你永远的佛就在你的身旁 为什么 你的心就是佛 即心即佛 所以佛也没有来 也没有去 他就在你的心中 当你发现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了解佛 当你了解自己的时候 当你彻底了解自己的时候 你才能彻底地了解佛 不是什么东西 所以生命永远不要受到那个四四恢复的干扰 你就永远 稳住你自己 这就是真实的生命 不要被留言 不要被报道 不要被外在的阴身 据文字影响 你就找到了真正的生命 祝福大家 好 请放开 为师读本 三十五页 三十五页 Z H I Z Z Z 就是在描述 种子起现行 现行新种子的这个 当下的双重的关系 我们无始节以来 孕育在我们八四田中的 种子 所以右边 有一个能生的音 就是我们八四田中 有这个种子 这个种子 就是作为将来 生起来的原因 所以种生现 就是种子起现行 而现行 就是身口意的造作 叫做现行 造善 造恶 或者是无忌业 现行新种子 就是你在造善恶 无忌的当下 又变成了种子 又变成了种子 那么这个 种子 是能生的音 现行 那就是所生的果 但是在起这个现行的时候 这现行 就是七转世在作用 七转世在作用 你这个现行不是分别 就是执着 要不然就是五根 攀岩五成 这个现行 又变成能熏的音 所以现行 又熏种子 这个现行 又把它变成习惯性 又落入了八四田中 种子 那么这个种子 越多 习气就越重 比如说 我内心里面 有抽烟的习惯 我这个抽烟的习惯 在八四田中 那么我现在 虽然不抽烟 但是我这个八四田中 有这个阴影 出去外面 这个朋友说 抽一根烟吧 就起现行了 而正在抽烟的当下 又变成一种习惯性 又落入地霸意识的种子 所以叫做 种子其现行 现行又熏种子 这个现行 就是七转四 强有力的力量 强有力的力量 那么如果说 如果说 了解了这一层 我们 我们便会修行 便不会容易去起心 动念去恨一个人 去嫉妒一个人 去害别人 所以你嫉妒一个人 你去害别人 别人不一定会受到伤害 但是你的八四田中的 这个种子 已经伤害了自己的 清净的本性 为什么是这样讲呢 因为 我们想要害人 我们内心里面一定有所计划 要编什么妄语 那么你就自己先欺骗了自己 所以说 圣人 他不管碰到什么境界 他内心里面就是不会去伤害众生 也就是根本也不会伤害自己 你伤害众生 你烦恼的种子就会叶多 比如说 我要让你死 你要让他死 这个死的观念 就已经先在你的念头 那你能不能让人家死 这还是一个问题呢 所以我要报仇 这个仇已经落入你八四田中的恨里面 别人是不是因为你的报仇 就会死得很惨呢 也许能够死得很惨 也许不会死得很惨 但不过 你死得很惨也好 死得不很惨也好 你总是已经伤害了你 和谐的心态 你已经伤害了和谐的心态 那么因此 我们想要活得很愉快 那么就必须在这个种子 就是我们所谓的念头 这个念头的就是我们所讲的种子 那么 要好好的控制住 那么这阿罗汉国 就不受后友 他就没有这个生死的种子 不受生死的轮回 为什么 他就没有这些 他剩下的是法治 是维系的法治 他不是这个粗糙的生命法的种子 他当然没有六道轮回 那么这样子的话 主位就好好的 比如念佛 你念佛 如果你生生世世 有这个八世田中 有这个念佛的种子 今生今世见到三宝 你也会很欢喜 就起现行 那你今天来接触三宝 你又拜佛念佛 又落入这个种子 那么你八世田中 整个都是清净的种子 是哪有不往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为什么叫你要多多念佛 就是强迫这个八世田中 里面一直接受这个佛号 接受这个佛号 那我们整个八世里面 心灵感应都感应到极乐世界 那你灵命中 你不往生也不可能 因为你这八世田中 重新排列跟组合 你与这个极乐世界 互相相应 所以这个从维持学来讲 也是讲得通 再来看三十六页 K K 画一个三角形 上面叫种 底下一个线形 一个种子 画个三角形 就是种子齐现行 现行新种子 不可能超过这两种情形 哪两种情形 就是因果同时 跟因果意思 什么就是因果同时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八世田中有个种子 我前世已经有修行 也亲近过三宝 那么我现在很喜欢来听闻佛法 在起现行的 因跟果 起现行 现在就在作用 种子八世田中 有这个讯息的种子 然后今生今世 又碰到外沿 就起现行 现行 当下又新种子 所以这个都是讲因果同时 什么就是因果同时呢 就是因跟果同时作用 因的本身就是果 果的本身也是因 就是因跟果是同时的 那么这个种子跟种子啊 来讲就是因果一时 什么就是因果一时呢 就是就念头来讲 没有起现行的情况来讲 比如说我内心里面 没有这个境界现前 但是我把眼睛闭起来 我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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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种子啊 欣喜我自己的种子 自己观想佛像 自己在家里面用功 那么也没有到三宝地来 就是用自己的意识 欣喜自己的意识 这个就是种子 欣种子 用自己的意识 欣喜自己的意识 比如说自己发愿 随时走路 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就加强这个 溺在里面那种理念 等到有一天呢 有机会拜佛念佛 听经 他就更欢喜心 包括离命中现前的境界 所以我们平常 就是要强化我们 种子生种子的力量 所以也不必要等到现行 你这个种子 八十天中有这个念佛的种子 有数式的三根 现在你就随时随地都在念佛 就是种子 训续种子 自己用意识去观想 自己调整内在 所以这因果意识 意思就是说 这种子因为没有起现行 所以现行没有办法新种子 那么也只有前一念 强化第二念 第二念强化第三念 那么就因果意识 因果意识 第一念强化第二念 我念佛 我要往生 我自己做着的观想 也没有起现行 我自己观想 自己观照 使我的理念里面 一直充满着 自我意识上的心许 我并没有去到场上去拜佛 没有去打佛妻 没有去参加拜参 就是用这个理念 来强化内在 这个就是种子 强化自己的种子 就是因果意识 这个因果意识 简单讲 就是因为时间上的不同 所以来立一个因果 简单讲 因就是第一念 果就是第二念 那么果第二念的话 又作为第三念的因 第二念是这个果字 但是第二念 又作为第三念的因 立四念的果 又作为第五念的因 知道吗 所以至于种子 也寻习种子 因果意识 因此因果意识 并没有现行存在 现行存在 因果同时 那么这个在 在维世协里面 有用这个灯 燃烧这个灯 以前的油灯 灯 点那个蜡烛 跟这个柱 灯跟柱 蜡烛里面 那个灯柱 灯芯 说种子 起现行 现行新种子 就是像这个烧 正在烧的灯芯 点燃 这个火一点 灯就像什么 种子 对不对 种子一点的话 起现行就在燃烧了 可是燃烧还继续怎么样 继续烧下去 就现行又变成怎么样 新种子 总之起现行 现行新 总之 就像这个什么 灯的芯 点燃一样的 这个火需要靠这个灯芯 灯芯呢 也仗着火 一直继续燃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啊 在维世协里面 有用灯跟柱 就是火焰的那个焰芯 那一条 那一条芯 来做比喻 灯芯 就像种子 燃烧 就像现行 那么一直继续燃烧 这个种子 就继续起现行 种子一直起现行 现行就一直新种子 就同时 用这样来比喻的话 是很恰当 那么因果意识 就没有任何的比喻 那也只能讲 自我理念的强化 就是因果意识 其实这是指第一念 第二念 第三念的问题 这位看 error error 这个啊 打字打错了 这个没有校对好 这个啊 不是一 内衣几种子 二 外延如眼 是不是这样子的 这要从中间 一二三四五中间 画一条线 隔开来 底下的字跟上面的 没有关系 内衣几种子 外延如眼 是虚眼跟色镜等元 要这样念才对 他把它编排成一二三四 无变成没有了 要不然你拿起来 这个一二三四五 就是眼耳鼻舌身 就是眼耳鼻舌身 所以这个error 这个没有校对好 内衣就是种子 外延就是远世 什么的内衣就是种子呢 我们里面 依靠两个 依靠什么 五根生 还有八十田中的种子 可是五根生 也是八十田中种子 所感应出来的夜市 起现行的叫做四 为起现行的叫做四种 这个你务必要搞清楚 万华为四 就是已经起现行了 叫做四 没有起现行的 叫做四种 意识的种子 如果说讲内衣 里面依靠着种子 由这个种子 那些五根生 也是种子幻化出来的 还有没有开化出来的 善恶无忌的种子 仗着外缘 就是远世 而外面的境界 那么就必须要眼根 色境灯 眼视九原生 这九种因缘 才能构成眼睛 眼视的产生 所以我们呢 看A2的圆圈圈 里面一点一点的 就是有十八界的种子 这一点点的 就是六根六成六四 六根六成六四 好 那么 内衣 一些 内衣就包括两个 五根生 还有八四的种子 外缘 就是气界 所以八四田中 根生 气界 这些种子 都是 都是 我们八四里面 幻化出来的 我们 八四 都有建分 相分 自争分 政治正分 这个相分 就是三合大地 可是我们 又留了一些 小小的相分 作为自己的根生 就是 我们的色身 因此我们是 内四大 还有外四大 这个叫做 四大 因此我们这个身体 是融合了 物质跟精神的 综合体 是完全没有办法 净化成 精神上的作用 比如说 四空天 四空天 四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 那个完全没有色身 三合大地 这个树木 完全 几乎可以讲 没有意识状态 而这个人 也不是四空天 也不是三合大地 变成 我们 无量清净的本性 受无名的染污 变成 物质跟精神的综合体 所谓物质跟精神的综合体 你说我们是唯物 可是我们还有精神 你说是唯心 我们还有物质 简单讲 我们这个色身 跟这个 跟这个精神 是和和不可分开的 所以我们今天肚子痛 胃痛 或者是手砍一次断掉 势大受到不调和 就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内在的平衡 会产生痛苦 挣扎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降服这个精神系统 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 就是把我们 无量的智慧 化成聪明 把这个聪明 转换成 粗糙的世大 而没有办法转换 完全 要变成 精神跟物质合合的体 如果我们 生生世世造 愚痴的业 我们就会 变成 三合大地 完食 所以外道 外道 修这个无想 在无想天以后 落下来 就变成大石头 在任言经里面 就有讲 那么如果我们 内在里面 一直升华 修外道的 愿悟这个身体 它就一直升华 升华就变成 四空天里面的 意识状态 完全除掉 这个射身 所以说 我们这个就像 两个综合体一样的 好 诸位 看我这里 这一个 你们看 学过集合 甲的圆圈圈 勾上 乙的圆圈圈 中间 一点点交汇点 好 甲的圆圈圈 画上乙的圆圈圈 这个甲 就是精神 乙就是物质 一个意识状态 不灵敏的 就会完全 落入这个 非 非精神状态的 就是一种物质状态 这个宇宙 就会呈现出 死疾 比如说 我们到火星去 或是到 他方世界去 没有这个动物 那么 它那里面的夜暴 通通是怎么样 闽玩不灵的严实 闽玩不灵的严实 通通没有什么知觉 所以 偏向于气势间 偏向于物质状态 如果说 我们修外道的 不是修福道的 无漏慧 我们就会 偏向于意识的 进化 但是因为 他没有无漏的 这个智慧 所以产生的 这个意识状态 是暂时 降伏这个 第六意识的分别 暂时降伏这个执着 他就会偏向于 精神上的灵异 也就是说 像外道所修的 这个无想天 四空天 他就没有设身了 人 刚好是两个 甲跟乙的 圆圈圈的交汇点 就是物质跟精神 比如说 昆虫 马 人 畜生 就会交汇在物质跟精神 的交汇点上 重复的 有肉 射身 还有精神作用 所以因此 我们 一个人 不善用脑筋 这个人 不清净三宝 慢慢地 就会落入疑痴 那么就会 走向 这些三合大地 去变着这个树木 树木 那么因为我们的心 是没有形象的 所以树木的状态 就无量无边的状态 不一样 我们的心 是没有形状的 所以变化 化成什么形状的 三合大地 通通有办法 非意识状态 那么就变成物质 所以极端的 就是物质 要不极端的就是精神 人刚好是综合体 那么佛就不一样了 佛融合了 见分跟相分 恢复到自体分 那就不得了了 你说他绝对的 绝对的怎么样 绝对的精神作用 那就是本性法身 无量的大智慧 法身就无相 对不对 任何的都不能记住他 他已经没有 见分跟相分的 对立的时候 就没有所谓的 内根外了 那么 成佛 他从本性里面 幻化出来的 就是福报 就是智慧 那么就是 实报庄严读 他那里所享受的 就是无量无边的美味 无量无边的智慧 无量无边的神通力 他把所有的相分 不是透过业力转化出来 而是透过愿力 愿力 透过本性的无量 本性的功德 所以我们是透过 无量的执着 分别不敬的贪嗔痴 转化出来的 是粗糟 束缚的这个世间 佛菩萨 一直净化自己的心灵 心灵净化 到时候幻化出来的相分 就会清净 所以简单讲 物质是随精神而转 要这个世间没有灾难 除非大家都行善事 就转了 这就是贡业 才有办法转 才有办法转 那么因此 我们了解物质跟精神 就世间来讲 是两极化的东西 可是就人类来讲 它是物质跟精神的综合体 就佛菩萨来讲 精神跟物质 都是虚妄的业力 所幻化出来的 那么因此 我们有内衣 也是依靠着外缘 因此说 根深 气界 种植 是八世 就是第八意识的 一切 根深 跟种植 是属于内 这个种植需要 依靠着根深 来起现行 如果你没有眼睛 你八世田中的眼睛所看的 你看不到啊 你种植有很多 生时事事事看到 可是你精神 眼睛坏了 你眼睛坏了 或者是耳根坏了 声音听不到了 八世田中 所有的 这个都起不了这个作用 看不到啊 没有用啊 所以这个器材 所以这个器材 就是我们夜报 就是我们所讲的 一报 一报 根深跟种子 就是我们所谓的正报 就是你这个人的思想 你要是有福报 出生 就出生在正知正见的父母亲 他一下子就带领你 学佛 你要是福报不够的 就会投胎在 些知识见的家庭 你一出生 就熏悉了这种 二知见的父母亲 那么就叫你 杀害三宝 叫你攻击出家人 那么你生生事事 就没有办法解脱 所以同学们 我们联合 在借力学里面讲 我们联合自己拿刀子 割自己的嘴巴舌头 都不愿意去动一个 不好干不干净的 延迟去伤害任何一个法师 三宝 这样会断掉我们自己的慧命 生生事事也跟三宝没有缘分 因此这个很厉害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在三宝里面 都要截三年 那么我来是自然 就算没有往生极的世界 就自然有缘 我今天我伤害三宝很奇怪 你歇道 这个秋佛法 它就是会障碍 这就是会障碍 所以 以我今生今世 我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存在性 我寒假暑假 在燦工叫我去 联姻室去煮饭 联姻室负责厨房 那么我想去跟燦工 帮忙是很好 可是我下学期注册费怎么办呢 想办法 我就去 去这个这个这个 找投入啊 找工作啊 那么 就外面就找工作啊 这不是 環境不好 要不然钱太少了 我要去外面找工作 它就会有障碍 你怎么找 它就是有问题 只要说要去 台中礼品的老居室那边 要参加明伦佛学讲座 它就是怎么样 就是没有障碍 而且去都是当干部 在寒假暑假 就是在燦工那地方跑 再见 要不然就在阻牢 就是我的上人 在打佛剧 要不然就是参加明伦佛学讲座 明伦佛学讲座 高级班 车级班 我总共参加11次 佛妻打了13次 在这些协会 在那边做解门行演长 一些协演长 解门的协演长 就是跟同学上课的 我们连医师如果说 暂时请不到老师 就我上去 去跟他们上课 就在协妇的过程当中 我这个外缘就是 就是一直一直没有办法抗拒 是我今天顺理成章的出家 替度 我前世就是给人家的 无量的善的因缘 协佛 这个很明显的 我在协佛道 没有是碰到二字箭的 像我这个人述是可能 也有一点善根的 像我们小学的时候 我不是信佛教的 我们是信那个新 新这个基督教会 真耶稣基督教会那边去 大家就这样子 我就发抖 祈祷 我还躲不起来 我看大家都这样 我也这样 他说 走在旁边 弟弟你这个是假的 他说 我看人家躲不躲 不好意思 所以这样 就是没有那种 基督教的种子 以前就看到人家的 那个讲的 台北有个 禁教有个四脚亭 我去看色粒子 我就在看色粒子是什么 从小小学 我们老师就带去演竹 去寺庙里 什么叫色粒子 从小就知道 有色粒子这种观念 我是一个高僧大德 火化以后 所遗留下的 坚固不坏的色粒子 我就对佛教产生很崇拜的 然后从小到大 就很看得起出家人 从小 那么小一点点 这个 我妈妈带我到那个 那个庙里面去拜 没有人教 我就会拜 没有人教 我去受比丘戒的时候 比丘戒受完了 打开那个比丘戒 马上就会背 从头到尾 好像在哪里看过一样的 你说这个奇怪 奇不奇怪 宋戒的时候 二十几分钟 把比丘戒全部就念完了 平常人要念三 三十五分钟 四十分钟的 二十分钟就念完了 那速度快得吓死人了 就去看过一样的 所以 我们 内在里面 有数十的这种根 那就是在三宝门中 一直结善缘 所以我说 同餐到游啊 又是有什么争执啊 不要结恶缘 就是这样子 那么你来世啊 就自然有这个邪妇的因缘 不要伤害人家 大不了 那个人讲不来 就远离 keep distance 保持一个距离 以侧安全 不要讲很多 不能讲话嘛 道理也讲不通嘛 对不对 所以心正 貌相就会很正 你要心血 我们不敢讲 你要心正啊 你的内心正的 外表就正 所以说 内衣 外言 离不开 根生器杰跟种子 外言就是器杰嘛 再来 看 M M 那就是讲 能欣喜 跟不能欣喜 那么 在还没有讲 在还没有讲以前 那么你先听 我这里的 听我这里的 什么叫做 能欣喜 什么叫做 不能欣喜 都有 定义的存在 我现在把这一段 解释一下 我这里的资料了 唯一试读本的资料 七十五页 那么 里面有机会 你自己去买 其实也不一定看得懂 唯一试读本 那么杨白衣写的 杨白衣已经往生了 他已经往生了 这个在家居士 他这个日本的翻译 翻译得不错 不过这一本 不容易看得懂 还是要听演讲 所以七转式 也跟六跟六成六 是一样的 十八戒一样的 还是第八意识中的 种子起现形 所发现出来的 意思就是七转式 眼儿鼻舌生意 摩罗式 也是第八识中的 种子起现形的 所以是种子 所生的果法 意思我们现在讲识 不要误会 识就是里面的 不是 也是变成果报了 七转式也是一种果报了 潜伏在里面的 完全不起现形的 那个叫做因 那么七转式 这个眼儿鼻舌生意 摩罗式阿拉耶识 以这作用了 这个就变成果了 所以总之说 生的果法 就是我们所讲的七转式 由这个观点来看 种子是因 现在 现在七转式就变成果了 潜伏在我们 第八意识里面的 就总之是因 七转式 为什么讲转 转就是动的意思 转就是动的意思 七种会分别跟执着的意思 没有一时 没有一刻不再转动 包括你晚上做梦 睡觉 指甲 增长 包括你的细胞 没有一时一刻 不再转动 就是七转式 白天的造作 尤其厉害 所以总之是因 七转式是果 不过七转式跟他法不同 他 这个七转式 是先有这个 见闻节制的认识作用 就是需要葬着六根 意思就是七转式 要靠着六根 采取作用 然后继续地 欣识种种的法 以及自己意识的种子 落入这个第八意思 简单讲 就是欣识 简单讲 就是说 七转式 透过见闻节制 认识作用 然后造作 把自己欣识的法 落入第八意思 这就会成为 欣识的种子 所以七转式 就变成是因 种子 就变成是果了 好了 我们就运用 刚刚 一开始 师父所讲的 种子其现形 现形就是什么 就是七转式 知道吗 七转式 当作因 落入第八意思的种子 就变成 果 就变成果 刚刚一开始来 这三个我已经 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七转式 并不是全部 有能兴许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能兴许的功能 是必须具足 四种意义的 意思就是说 兴许 必须有四种条件 四种条件 才能讲兴许 没有记住 这四种条件的 不能讲兴许 第一个 要有生灭的作用 没有生灭的作用 你哪里要兴许呢 就像这个点的香 点的香 你点这个香 你跑到外面去 兴许这个虚空 这虚空能让你兴许吗 点这个香 你一直 然后明天不点了 你闻到虚空的香吗 所以 比如说你拿一块布 拿一块布 拿一块布 在点香的底下一直熏 怎么样 它就有闻到香味 为什么 有生灭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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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有圣用 殊胜的胜 胜利的胜 有圣用 就是又有殊胜的作用 没有殊胜的作用 比如说设法 那你没有殊胜的作用 没有能源的主观意识 那这个有作用吗 没有作用啊 设法有生灭啊 可是它没有殊胜的作用啊 第三 有增胜 生灭 是指时间的变化 就是有生生灭灭 意思就是说 不是固定的 而增胜 是说 这些条件 有强弱 会影响 增加 或者是减少 才能构成熏熏的作用 第一就是生灭 第二就是圣用 第三就是增监 第四 与所熏和合性 跟所熏熏的 能够相合 合得起来 比如说你那个水 你那个水 哪些点香 比如说我们洗澡水 还是说我们清水 那些熏这个 你说那个水会香吗 合合不起来 合不起来 所以你说我们这个衣服 那些熏 这可以 以所熏的 要能够合合性 我们再解释一遍 第一个 有生灭 是指能熏的条件 不为生灭变化的 有违法不可 意思就是说 无违法是不生灭的 所以不能使种子 藏身 简单讲 无违法不能熏熏 所以熏熏的条件 一定要是有生灭的 才能讲熏熏 换句话说 我们八十田中了 哎 有生生灭灭的 素食的种子 才干 那你熏熏才有用啊 你像本性来讲 那没有作用了 本性本来具足啊 不是你用生灭法 可以熏熏的啊 第二 有圣用 能熏熏的条件 除了具足上述的 生灭的条件以外 还要能源跟强圣 能够攀圆 而且强圣 这个圣不是胜利的圣啊 茂圣的圣 能够攀圆 而且要强圣 两种士 士就是大士之菩萨的士 能源的势力 强圣的势力 这个作用 殊胜才可以 第一个 能源的士用是什么呢 士是大士之菩萨的士 能够的能 攀圆的圆 能源的士用 为什么讲能源呢 因为指主观的心王 跟心手的作用 这个不同于设法 设法虽然有强圣的作用 但是没有能源的作用 设法只摆在那个地方 让你看呢 那没有主观的心王跟心手啊 还有强圣的适用 第一个已经讲了 能源的适用 第二个 再讲强圣的适用 什么叫强圣呢 就是三性 就是善恶无际中 里面 三性里面 具足善性或者是恶性 当然 这是不同于 无际性 因为 异俗的无际心 虽然也有能源的作用 但是没有强圣的作用 什么叫做异俗的无际心 你比如说 讲话夸张的人 有没有关系 并 investiga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